大家好,好多朋友在家丝瓜炒鸡蛋时,炒出来总是发黑,口感还不好 今天就把正确做法以及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根新鲜的丝瓜,刮掉外皮 我们在挑选丝瓜时,最好挑选生长均匀,没有明显凹凸,肿大的 带花朵的丝瓜是比较鲜嫩的,口感也比较的鲜甜 去皮的丝瓜我们直接切成滚刀块 丝瓜切好,放到清水中,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淡盐水把丝瓜浸泡10分钟,这也是丝瓜脆绿不发黑的关键 还有就是在炒丝瓜时不要放生姜 生姜丝瓜解除以后很容易使丝瓜发黑 接下来我们在大碗准备散个鸡蛋 加入白醋去腥 然后用筷子搅拌成鸡蛋液以后,放一旁备用 再来准备一根火腿肠,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我们再准备半根葱板,切成葱花,备用 锅中油热以后,我们倒入蛋液 先把鸡蛋炒熟 鸡蛋炒熟以后,先出锅备用 重新起锅,下入葱花,火腿,还有一碗口馍 煸炒30秒左右,将口馍炒至断生 断生以后,再把丝瓜下锅 还有炒好的鸡蛋也倒进来 用盐水泡过的丝瓜,不管咱们怎么炒,都是脆略不发黑的 而且炒熟的丝瓜,口感也是特别的鲜甜又美味 炒匀以后,咱们来简单的调个味儿 盐,蚝油,白糖,再次用大火翻炒 将丝瓜炒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真的是太香了 以后大家想吃丝瓜炒鸡蛋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丝瓜不仅脆略不发黑 关键是口感,特别的清甜脆嫩 这样做的丝瓜炒鸡蛋既好吃,而且还营养 大人孩子也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给家人露一扇吧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